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是店铺第三天装修 今天要做楼梯 做个隔旦 早上工人一来就开工了 现在8点半 现在工人已经在开工了 刚刚这个包工头说 叫我去买一点那个水管 跟到这个电线之类的 因为马上就要用了 现在在这里买这个材料 刚刚一早上去买材料 现在买了很多线管 水管还有电线 叫那个五金店老板娘帮我送 到了 现在在看这个楼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二楼的以前是玻璃 现在去了一斗墙 到处做美容房 已经入好了 这边的速度还是比较快一点 进展还可以 12点了工人就吃饭去了 准备了就去吃饭 中午12点了店铺的工人 全部都去吃饭了 吃完饭下午2点钟又要开工弄了 现在是铺这个楼梯的台阶了 马上就可以铺好了 这个一米三的大楼梯 现在已经看好了 可以做了 非常不错了 看看这好大的 大楼梯 现在已经看好了 这个按摩房间 做完了 两个房间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按摩房 这边还有一个按摩房 现在在气墙 做了三个美容按摩房 这里面的就是洗头区 之前楼梯从这里上来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现在要把它全部用那个钢架 把它封起来 晚上8点了 工人还在加班 看这个 现在挺舒服的 现在这个新楼梯 就从这里面走上来了 已经弄好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封起来 这二楼就显得很宽了 以前二楼那边楼梯 就显得很窄 二楼这个台面 这里空间非常的大 感觉就很大气了 搞好之后效果绝对不错 点个赞吧 经过了早上8点钟 到现在晚上6点了 工人全部都已经下班 回去了 所以说经过一天的时间整理 店里一点一点的在发生变化 特别这两个按摩房间 现在已经做好了 我非常喜欢 这样 顾客 按摩的话 就一个单独的房间 不像以前 拉个窗帘 顾客在里面按摩的话 特别是女孩子 女顾客 就总觉得没有安全感 然后这边的一个 大的一个按摩房的话 我也是把它做到墙 然后做到门 这样它就有三个很标准的按摩养生的 所以说做三个漂亮的按摩养生的话 希望今年装修好了之后 把店铺的声音把它提升一个档次吧 这个上面这个顶的话 晚上的话工人过来加班 现在去吃饭去了 然后把它封好 这个楼梯的话 已经今天从早上到现在 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做得非常漂亮了 到时候楼梯上面就贴瓷砖 瓷砖之后这两边的话就做扶手 当开始计划的时候 把这里做一堵墙 直接到这个梁上 把它这个楼梯口这里全部封死 后来的话 今天我就改变了一下 我说只把这个墙 把下面的这个楼梯 一间这个三角给它封起来 上面的话就做楼梯扶手 这样的话这个窗户的话 就可以对到店里面吹 这样不影响店里面的空气流通 然后我就计划把这个窗户的话 再打大一点 然后再开高一点 这样它封的话就可以对流进来 这样的话在店里就比较凉快 然后的话就不会特别的闷 所以说我就这样改一下 感觉改的就非常好 第二个的话 我的这个店现在楼梯 已经全部帮它拆掉了 这样看上去 是不是比之前我店没装修的时候 楼梯没改的时候 是不是宽了很多 之前没有改的话 这个楼梯的话 就从这个地方穿上去的 所以说感觉整个店挡了挡了很多 位置占了又比较多 很多网友也建议我楼梯不要改 但是我觉得我花出去的这两万块钱 改这个楼梯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 瞬间店铺的空间提升了 然后档次也提升了 我给大家转一圈 以前是从这里上的 经常看视频的伙伴应该知道 然后这里过来 到时候这里做一排剪发镜子 前台在前面 这边是玻璃大门 这里然后全部打一排镜子 这样显得整个店的空间就出来了 楼梯下面的话到时候放一个柜子 然后放点那个调色靠间 这里面的话到时候就放细头 放杂物做个杂物间 这边的话这一块 就跟他做一个冲水床两个位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做一个欧式的隔大 水电做完了之后就开始墙面刷灰刷白了 所以说明天我计划去广州厂家去 把我的店里的美发设备进台把它订回来 因为我们这个店一停业一天 房租要照交 而且一天也少做一两千块钱 特别周六周末一天能做八千一万块钱的业绩 要是关着门又不能营业 房租要交所以说压力很大 然后员工又在家里玩着 他们没有上班也是比较着急 那么接下去之后就把工期赶快一点 就早一点把它完工吧 好了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有喜欢想期待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 如果看好坊东西 再来看看